今天是四天三夜環島旅行的最後一天 預計從宜蘭走北宜公路回去新竹 預估大概是150公里的路程 昨天不小心把眼型眼鏡一起打包寄回家了 所以今天還得等商店開門再去買眼型眼鏡 之後才能夠正式展開今天的旅程 出發前整段旅程我最擔心的就是北宜公路了 可能一直以來北宜公路的車禍事故不斷 新聞的播報弄得我覺得北宜公路就跟危險畫上等號 其實一直騎到這裡我都還是有一點點的緊張 不知道待會路況會是多麼的驚險啊 這是騎著騎著怎麼都沒有車子 我跟西西哥心裡不免犯低估 是因為今天是星期一嗎 怎麼一輛車子都沒有啊 沒想到讓我們擔心車輛很多不好騎的北宜公路 現在竟然是讓我們包場了 在包場的情況我們還能夠慢慢的騎 安全的過這個很彎很彎的彎 然後還有很多的時間可以欣賞南洋平原的景色 隨著山路九彎十八拐藍洋景色一下在左邊 一下在右邊 就這樣子騎著騎著騎著 其實真的沒有我想像中的那麼的可怕耶 其實魚已經有漸漸的小了 沒想到五十九公里處山谷雲霧繞 不知道待會前面會不會起霧 大到我們都看不到路了 南洋平原已經離我們越來越遠了 啊 感覺霧越來越大了呢 不過值得慶幸的是路上沒什麼車 我們還是可以慢慢的騎 就算騎霧應該也是相對的安全的 正當擔心騎大霧的時候 沒想到一個轉彎霧就不見了 雨也就停了 只剩下濕滑的地面 然後再每一下子 天空竟然出現藍天啊 對象的車子也漸漸的多了起來 雖然我們這一項 依然是只有每一輛車子 有幾段是在維修的 因為車輛不多 所以也沒有塞車的情況 很順利的就通過了 真是幸福這一些工程人員 天空竟然出現藍天 天色越來越亮了 藍天已經快要比白雲還要多了 而且地板感覺已經沒那麼濕 哇 感覺地板要乾了耶 隨著山市的往下走 其實氣溫已經越來越高了 我跟西西哥說我好熱啊 想把雨衣給拖了 於是我們找了個安全的路邊 停了下來 兩個人就把雨衣給拖掉了 我想接下來的行程 雨衣應該不會再派上用場了 我們就這樣子慢慢的騎著 沒想到一個小時就已經騎到這邊了 天空的雲好漂亮啊 停好車 打算在平臨休息一下 將來的旅程 太在玩了 天空的雲 善雲 那些雲呢 天空的雲 很空的雲 是有什麼不伴奏 然後我已經像了 天空的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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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年紀越來越大 我發現老街這兩個字 對我們兩個越來越有吸引力 很幸運今天老街沒有什麼人 讓我們可以慢慢的欣賞老街的美 連眼淚都覺得自由 有的愛像陽光寂寞 便擁有便失去著 其實裡面還有人住 不好意思進去 這是別人的住家 三合屋 石頭屋 所以看了一下就好了 花的泡沫 某一刻 你的光照留了我 如果說你是遙遠的星河 耀眼的讓人想哭 花是追逐著你的眼眸 總在孤單時候 省望夜空 我可以跟在你身後 像影子追著慌夢遊 我可以等在這路口 不管你會不會經過 不管你會不會經過 每當我為你抬起頭 連眼淚都覺得自由 有的愛像陽光寂寞 在平林停留一小段時間之後 在平林停留一小段時間之後 差不多一點左右 我們就離開平林 以前看別人騎車環島的影片 心裡總會有一個疑問 這樣一直騎一直騎 不累嗎 應該很累吧 可是為什麼要一而再再而三的 去騎車環島呢 現在我終於知道 為什麼會有人願意 一而再再而三的騎車環島了 這趟旅程下來 雖然身體是疲憊的 但是我們的心裡是充滿了正能量的 真的很值得啊 轉個彎竟然遇到好多追焦手啊 而且幸運的是看到自己被追焦手拍到的照片 真的好開心啊 謝謝這一些辛苦的追焦手 幫我們留下美好的騎乘紀念照 沒有什麼車的騎著 本來以為會是很安全的 沒想到 這麼寬的路 還會有車跨越雙黃線 及時而來啊 真的很糟糕耶 這樣子的駕駛 害我著實的被嚇了好大一跳啊 天氣越來越好 我發現 下午場的騎士已經準備敘事待發的 往北宜公路前進了 你卻控制我能找到他 這次騎車環島的另一個收穫是 這次騎車環島的另一個收穫是 騎著摩托車 導航幫你倒的路線是 你開著車他不會帶你來的地方 突然發現 突然發現這些地方的風景 真的好漂亮啊 如果不是騎車 我們可能都沒有機會 走到這些地方來 在黑暗 有你觀眾的力量 淹沒孤單 不再孤單 這次騎車 那次騎車 在黑暗 那次騎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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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想說 找個小巷子彎進來 停著休息一下 沒想到 這裡的車流還挺大的呢 騎著騎著 突然就有柳暗花明又一村的感覺了 他接到主線道上來了 因為太熱了 所以我們停在路邊 先把外套脫掉 順便也休息一下 然後 我很痠的脖子 請希希哥幫我抓龍一下 然後 我又把希希哥 逗得哈哈大笑 我真的是很幸福啊 能有一個 願意騎著摩托車 四天三夜 載著我把台灣 環繞一圈的人 已經到新竹市了 這也意味著 我們四天三夜的環島旅行 要正式畫下句點了 希望下次有機會 因為 還可以跟希希哥一起騎著車 再把台灣繞一圈 還可以跟希希哥一起騎著車 再把台灣繞一圈 再次畫下 一圈